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北斗雍频道,今天是2022年3月6日第457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要提防加息大来的恐惧。 订阅人数终于超过2万大关了,在这里多谢大家的关照。 希望大家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现在的广告的确有些长有些多,希望大家容忍一下。 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订阅我这个频道,按一下小铃铛,分享和给like我这些视频。 北斗雍,在这里多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 我们一连两集都是讲理李嘉诚的公司,例如在第455集, 说明他会卖出英国电网的资产。 在第456集的时候,更加再补充多些,当作是发白日梦。 如果真是成事的话,对这四间公司有什么影响呢? 全部都是好的影响。 只不过,有很多读者或观众都很担心这是一个策略性的资产。 如果卖出了,将来会不会买不回呢? 或者会不会没有这些好的投资工具呢? 其实我又不需要太害怕的。 我相信在长和手上,还有很多project是排队等着来做的。 现在只不过是环境不好,而且钱费方面都可能要到位才行。 如果卖出的话,拿回1500多元回来,到时就会大把世界混合。 一间公司只要是不断有发展的潜力的话,这间公司就不会死的。 不然,就真的是一间公司是等死的。 很多香港的公司都是吃老本,做回他以前做的事, 几十年都不变,这些公司就不再值得去持有。 一间公司的价值是高的话,也不代表他可以反映在他的股价上。 所以我也是那句,除非你是有心跟他斗长命, 你可以长渣,不要理那么多,信李嘉诚,信李宅他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其实你见高的话,价位见高的话,应该要慢慢撤退。 这样才是上策的。 恒生指数已经是不断地向下跌的了。 现在已经跌穿了22000点。 那会不会再跌低一点呢? 我相信应该也会的了。 因为市场上有人比我看得更低, 我看的就是20,000点。 但这个20,000点不是最近才说的, 是很早期的时候已经在说, 如果是要大胆假设的话, 20,000点是一个关口来的。 那么大摩就看到是19,500点。 因为加息会来临, 战争也会继续持续下去, 不知道可以等多久。 但是这种原因, 其实有个信息带出来的就是, 将来如果加息太狠的话, 对我们的经济一定会有重创的。 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今天拍这条片, 就是想提醒大家, 加息这件事很快就会来临, 不要掉以轻心。 原因就是, 加息不是一至两次那么简单的。 要看看力度能不能控制到通胀。 所以大家不妨要小心一点, 继续看看自己的投资组合有什么产生的变化。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又要发挥我的教书本息了。 这次教书就是用Demand和Supply Curve 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的经济, 可以说是环球经济, 是多么恶劣的环境。 首先,你看到这幅图里面, 有两条Curve, 一条叫Demand Curve, 一条叫Supply Curve。 我们现在的位置, 假设未有疫情之前, 我们站在A点, A点我们的GDP就是Y1, 我们的物价指数就是P1, 一向都相安无事的。 直到当2020年的时候, COVID-19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全球供应链突然间断了。 所以就令到供应减少了。 供应减少了的话, 当然就会令到地球村的经济进一步萎缩, 去到Y2, 接着, 因为供应少了, 就令到物价开始慢慢上涨了。 这样就升到P2这个水平。 如果在这里停下来, 那当然就没事了。 好不错, 我们今年在2022年又打仗了。 这次的打仗就是欧洲那边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 令到供应链进一步再紧张起来, 令到supply curve再次向左边推进, 去到point C这一点。 这个point C这一点, 令到地球的GDP进一步再一次萎缩。 萎缩不单止, 因为你见到物价就已经再上升了。 比如油价已经升到接近$120, 我们香港的必利通, 你见到可以炒高必利通的, 我都没听过的。 这些全部都是供应上的问题, 大力的恶果。 好了, 接着, 去到3月了, 你说3月没事了? 3月底就有事了, 因为联邦储备局会加息。 加息的原因就是想去抑制这个需求, 令到这个需求的线就会向下跌了下去。 那么跌了下去, 听着, 我们的经济已经死了死了。 再跌了之后, 就会在point D这一点。 在point D这一点, 我们见到我们的经济是进一步再一次萎缩, 去到Y4。 然后, 幸好的话, 就是能够令到物价水平轻轻轻跌回来, 由P3就跌到P4了。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我们的全球经济, 包括香港里面的经济, 都是不断地向差那方面进发的, 不是一件好事。 另外, 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会有很多, 包括了人民的收入会不断地减少, 减少了, 还怎么会消费呢? 另外, 失业率也会非常高企, 然后我们香港的楼价会向下跌。 接着这些情况, 就像国性循环那样, 不断地环绕着你。 所以, 是很痛苦的。 但这个痛苦, 什么时候才能走掉呢? 我真是不知道。 所以, 在第456集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长和系, 看到资产够高的话, 可以卖出去套现回来。 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我会说他厉害, 因为他这些未与纯粹, 不要等到最恶劣的环境师 才来做这些动作, 是先做了的话, 走在人家前面, 永远都是最好处的。 今早在《明报》看了一则新闻, 希望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美国想禁止俄罗斯的油进口, 所以令俄罗斯的油价升到13年的高位。 有些分析说, 如果持续这样的环境, 油价推到150元, 是应该可以做到的事。 另一方面, 有些战争的军工股就是大升特升。 可想而知, 现在的时势是挺危急的。 现在纽约的旗油已经升到116元, 相信升到120元就没问题。 至于去不去到150元, 就要看看战况如何。 至于军用股方面, 我正爱股, 诺欠马丁真的升得非常帅。 我常常都很恨自己, 可以在400元以上将股票买出去, 可惜永远都做不到。 但当我放了的时候, 这个股价升穿了400元, 现在正在做458元, 那是否可恨之处呢? 不过不要紧, 我是赚钱离场的, 我亦将钱再次投入另一只美股。 我最近买了107元的价位, 买入了台积电, 我还未有这么低位买入, 我之前都走了, 所以我都不会怨恨。 只不过台积电, 我觉得全世界都要靠晶片。 暂时来说, 跌少少, 没有相关。 如果它再跌多一点, 那我就继续增持了。 我是为未来而打算的, 因为这个晶片理论上在这个世界里, 现在来说是不能输的。 除了疫情的发展, 以及欧洲的战争的发展之外, 我们也要看着美国的脑袋。 这个脑袋现在就慢慢要行动了, 而且被人认为它现在变成是鹰派。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我们看看这幅图, 美国的CPI就去到7.5%, 即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但是联邦基金利率只是介乎0-0.25%左右。 即是说, 如果加起息上来, 就会很严重。 美国现在的通胀是维持在40年的高位。 原因就是俄罗斯引爆了商品供应的紧张局面。 鲍威尔在听证会上说明, 今个月至少会加0.25%, 即是四分之一来, 去抑制通胀。 因为俄罗斯的石油的影响, 不但影响到石油, 金融制度, 银行, 港口, 航运, 全部都受到影响。 可以说是引发了由1970年阿拉伯石油禁运, 以及伊朗革命以来是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所以, 鲍威尔说,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不希望70年代的情景在现在这个时代再一次发生。 接着有些参议员就问鲍威尔说, 你是不是会不惜代价去控制通胀呢? 即使是经济受到损害。 那么, 鲍威尔想着想着, 他就说, 应该要好似80年代的联邦储备局, 这个叫做鱼尔克, 他就大刀铺抑通胀。 鲍威尔答案就是, 我肯定会这样做, 即是说, 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通胀压下去。 我们说回80年代, 这个鲍威尔克, 他当时如何做呢? 他当时就是控制这个叫money supply, 或者是叫货币的供应, 就把联邦基金利率就抽升到20厘, 哇, 吓死人吗? 现在就算抽到10厘都要命的了。 那么, 美国经济是相退得很紧要的, 但是不要紧要, 因为在这个, 还有, 失业率当时也很高, 在1983年的时候, 失业率是去到接近11%的, 但是因为它大幅地加息的话, 美国的通胀由原本1979年的双位数, 就慢慢跌到1982年的6.2%, 去到83年就进一步跌到3.2%, 成为史上最成功的联邦储备局局长之一。 如果这个局长的目标是, 希望将通胀压下去3%的话, 那就要看看它要加多少次息, 才可以将它压下去。 所以, 现在我们要害怕的是这个加息的力度, 不是加不加息的问题。 外围环境自然就会影响我们香港的经济环境。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这个中原的城市领先指数, 就是说楼价的。 你看到这一幅图, 其实指数已经开始向下跌。 但是如果从1994年开始做这个指数到现在, 你就会看到, 咦?也不是很变动很大。 不过这些图慢慢慢慢就要反映到一个问题了。 因为最近疫情的问题, 相信这个二手市场的楼市已经开始下跌了。 一手市场现在也没有人去买。 所以,香港的楼价基本上就是冰封了。 甚至现在已经个别传出, 就是说有些业主已经肯便宜地买了。 有时可能要虚弱。 那么我们的香港恒生指数也跌到22000点以下。 即是说, 楼市和股市大家现在都齐齐向下。 这个指标很明显就是经济衰退得比较重要。 之前不是的嘛, 之前就算是港股跌的话, 我们香港楼市继续向上升。 现在一起向下跌的话,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 俄乌战争什么时候会完结? 加息的力度会有多少? 你会问,这些不是废话? 其实这些不是废话, 因为这些全部都不是我们香港人可以控制的情况。 所以, 就算我们祈求什么都好, 都希望这三件事尽快解决,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个时间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的就是, 听天由命, 和自求多福。 说到恒生指数, 也不可以不提一下, 有很多蓝筹股已经跌穿了52周的新低, 甚至有些跌至3年的新低, 还有些跌至历史性的新低。 现在我罗列出来的, 就是在星期五收市之后跌穿了52周新低的股票。 其中一只代表性的当然就是阿里巴巴, 因为它成为一个历史新低, 而它的价值现在只是$99一股。 至于这个港交所也跌得比较过分。 另外就是腾讯, 也跌至4万亿都已经保不住了。 那么腾讯4万亿保不住了, 阿里巴巴2万亿相信都可能会危危附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香港的现实状况了。 所以拿着这些蓝筹股现在都很伤的。 所以大家真的动高床板再想一想, 我们未来的日子应该要怎样过了。 下个星期有什么大新闻我们可以讲一讲呢? 包括了这些业绩公布期。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这间公司, 我看重它。 原因就是我看重她母亲而已。 如果这间公司做得好的话, 当然她母亲的公司也会做得好。 到时我就会有好处。 另外,九仓、国泰、英国保城保险、京东都会陆陆续续公布业绩。 大家尽管看看2021年他们做得如何。 至于有一只股票, 大家可以开始留意一下, 就是这个7200, 因为它已经跌到一跌一跌。 当然,如果你觉得它有信心会升上去的话, 你可以慢慢看定一点。 不过我现在觉得还未是时候, 原因就是美国那边也未开始加息, 加上息才有东西看。 所以大家不要心急。 不过如果你想吃大茶饭, 或想想将来赚多些钱的话, 这一只7200真的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 它最低最低可以跌到多少? 分分钟跌到四五分都不出奇。 下个星期要公布的业绩公司也不少。 譬如在3月10日, 太股系都会路陆续续公布。 至于港铁也会公布, 还有澳门的赌股美光煤也会有些情况要告诉大家。 至于有邦邦, 也会在3月11日公布业绩。 接着是我的气肉, 在3月15日就是中国光大环境257 就会公布全年业绩。 我希望可以看到。 在这里也会说另一只股票给大家听。 就是这个7500, 就是看淡恒生指数的股票。 它现在已经创到新高了。 问题是, 如果你觉得恒生指数会继续跌, 甚至会跌穿2万点的话, 看着这家公司, 股价升得上百元也不出奇。 我也是叫大家看一下。 要吃大茶饭也要很醒目, 看好价位才能入, 希望大家慎重去投资。 各位, 最近我又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这篇新的文章的题材就是, 如果俄罗斯和普京输了, 那会怎样呢? 这是将来试, 现在还没发生。 不过呢, 很快就应该会有个结局的了。 那这个结局呢, 我们是需要去估计的。 因为估计就有奖, 原来因为你要投资的嘛。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进来这个网页里面, 就看一看我的文章啦。 那如果看完之后, 麻烦大家给一下面, 帮我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的帮忙。